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条很难能可贵 因为这一条很贵 这一条高霸规则是6-7年前 这一条已经超过3万元 那一条当然卖不起 所以卖低薄 这一条我们当时叫Punkane 架 南瓜架 中间有个南瓜架标志 大家看到球网的小和大都很大分别 你看到它橙色很漂亮 我现在大了就已经变成了这颗色 这一条也没办法 球网是这样的 即将来这些大了的颜色都会变成深色的 直接变成这颜色 直接没有这种橙色 那你这条是批弓来的吗? 是呀 这条是仔 也挺漂亮的 如果这条和这条 会不会推出高白的批? 那我也不清楚 你连这件事都不知道?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是不会的 批高白或低白是没有遗传性的 可能全部都是白批 或者全都是很深色很低白的批 都不定的 所以就算买这条这么白的批 都是没有遗传的 即是有时候可能说 人们想带你繁殖的话 分分钟可能买两条低白 都可能出了一条高白的 所以为什么我买这条就是这样的 因为这条是低白的 那你低白它一样可以出到高白批 那我为什么要买高白批? 那如果不是玩繁殖的那些 纯粹是想着 不是繁殖没作用 我喜欢高白的那些会更多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很高白 可以玩Spy Spy是什么呢? 就是Spyder批 即Spyder混了一条批 出了Hat SpyderHat Hat 再繁殖一袋 就会变成Spyder批 Spyder批是头有色的 身是全白的 但会不会有拼头的 就没有了 我那条就没有了 我那条就没有了 平均来计 会不会有拼头的 应该就没有了 因为它虽然说 是说一下Spyder 在拼头的情况 如果大家不知道 其实呢 有Spyder基因的球网 它会出现有拼头的情况 就像是拼头丸 这样的 是 那为什么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它咬鼠的时候 可能会咬不中 可能会咬不中 你的手也不定 所以 就用Camp来喂鼠 就会好一点 是 那批来说批的品种 其实也有很多种 除了批之外 还有Lessar批 即是现在说的 Findu 那只 什么 White Wedding White Wedding 是什么?全白的批 通常就是Lessar批 看看个人是否喜欢 我自己也不喜欢 因为全白不是批 但它也是批 那怎么办呢? 那你不如买一条 但我平时 如果不浪费肉眼 可不可以分辨到呢? 是 这个要说 因为如果是 White Wedding 那些Lessar批 通常眼睛小一点 好像芝麻眼 所以一定是分辨到 是White Wedding 还是Superfire Bed Eye Logistics 嗯 这样 2008 那你也是新手 刚刚玩批 是啊 其实为什么你喜欢批 因为我喜欢它的白色 和零零石石 它有个黑黑笑图 我觉得是很好的 所以以前也叫PunkingPy 为什么叫PunkingPy 因为它 Halloween 那时候的蓝瓜 就弄了眼和口 就像这个图 所以叫PunkingPy 其实现在没有分辨 现在都是高威 还是低威 这样